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宣布了會訂購兩款武肺疫苗 但是市民對於這兩款疫苗的產地來源 或者是成效 都有很大的疑慮 為了化解這場信心危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曾經說過 他願意帶頭來打疫苗 而在前晚林鄭也宣布了 說政府會盡快成立統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的專責小組 他還說 只要有任何一款武肺疫苗 在香港核准用作緊急使用 他和他的團隊都會第一時間來接種 其實要化解市民的信心危機 有很多方法 當然現在他說 自願帶頭來接種 都是一個辦法 不過為了加強說服市民的力度 和向全世界展現出 國產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用 其實特區政府就很應該把握這次機會 搞一場公關show 正如我上次在節目當中的建議 特區政府就應該廣發邀請帖 找了本地的傳統媒體 網媒 以及外地的媒體 進行一次大型的現場直播 直播林鄭及其班子 接種國產的武肺疫苗 為求公正 其實林鄭可以事先 檢選10支疫苗 然後到會場 就由一些得高望重的專家 再為他檢選其中的一支 去接種 其餘的9支 分發給政黨人士 媒體代表 或者送交到大學化驗所 進行化驗和鑑證的工作 到此時 大家就信服 就可以確認得到 那支疫苗真是國產的科興疫苗 不是營養針 不是葡萄糖 不是其他東西 這樣市民就服了 起碼沒有人可以再質疑你打那支針 不是武肺疫苗 同時也可以 創了全世界的先河 因為從來都沒試過 有一個地區的領導人 做這些現場直播 我相信收視都會很高 起碼來講 林鄭又可以 在歷史上 再留一個威名 是不是 我建議真的可以這樣做 只不過 市民看完這個直播之後 他們會不會跟著打呢 這個就是一回事 這個是另外的選擇 起碼你是自己做了你的本份 這個建議真的可以考慮 不是說壞事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本港其他醫學專家 究竟怎麼說這些武肺疫苗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在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就提到 他說市民就應該以科學的態度來考慮是否接種疫苗 就不要將接種的安排政治化 他就說 大陸那種滅活疫苗的研發技術 在相關範疇可以說是領先全球 預料首先公說的北京科興滅活疫苗 雖然暫時未有第三期的臨床研究數據 但是相信 再過幾個星期就會有相關數據 我真的懷疑 何柏良總監你是否在曲線 你又很坦白 你又說叫市民不要政治化 要科學來考慮 但你同時又指出了未有第三期的臨床數據 又過多幾個星期才有 那接不接種好呢 其實他又沒有說 好吧 他就這樣說 另外一些專家又怎麼說呢 醫學會會長蔡堅就說 疫苗的試驗都未完成 也沒有足夠的文獻和數據 所以他自己暫時不會打字 他也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不會安排強制接種 他說這麼極端的情況 全世界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 若然有人接種了之後出現副作用或者不良反應 就很難來問責 有市民對於接種疫苗有疑慮 蔡堅就建議特區政府的官員率先接種 起事犯作用 林鄭就終於肯做這個帶頭 但是你為求公正 其實就應該做得好一點 如果不是你只是在鏡頭面前 就這樣說打了支針 當然有人出來是隔離的 你就要等到隔離的人都沒有聲音 所以在安排上是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你只是找港台攝影師 或者是找新民處的攝影師 就這樣拍照 你打針 別人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還有另一件事我又想提 特區政府之前就說 那種復星的疫苗 是由歐洲生產的 到現在都沒有交代清楚 歐洲哪一處 歐洲很大的 你有什麼神秘 不告訴別人 人想知道的 你就告訴他 除非你有些事 不想別人知道 真的離譜 接著就說一下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馬仲義就說 他對於科興的認識 就不是很多 也都不了解 疫苗的效率 是怎樣 所以他就應該不會 接種第一批科興疫苗 他也說 都不理解為何特區政府會買科興疫苗 這就是馬仲義所說的 OK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袁國勇教授到底他怎麼說 我找了一篇在12月6號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導 我認為 袁國勇教授真的很感言 而他也不是那些為求上位 走去依附權貴 說一些刷鞋說話的人 他絕對不是 那篇報導這樣說 港大微生物學系 港座教授袁國勇就表示 接種這個武肺疫苗的確就是結束疫情馬拉松的關鍵 但是 仍未有從權威醫學文獻看到 第三期相關病人臨床數據的結果 他就呼籲 香港人 不要心急 讓外國人先去接種 即使香港是遲了三個月 或者是半年才有疫苗 也都不是問題 他就說得真是很清晰 這個擺明真的不是依附權貴所說 如果他是依附權貴 他見你入疫苗出來 他可以不說這堆東西都可以 他就照說 而且袁國勇教授就沒有搬龍門 他一以貫之 他在五月份的時候曾經說過 說等一年都還可以 期間他就照舊來戴口罩 來到12月 他仍然是有相似的說法 這些就叫做什麼呢 就是知行合一 他自己本人不去打 他亦都呼籲市民不要心急 他就不是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他不是說叫市民不要去打 自己偷偷偷地去接種疫苗 他不是 亦都不是說 他自己不打 然後老點市民去打 他亦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為之知行合一 這個教授很厲害 而且 他還是敢於說出自己真正相信的話 就是從科學的角度去說 完全都沒有牽涉到政治的成份 他純粹就是要等到有更多的臨床數據結果出來 他才是安心的 還有要看看這些武肺疫苗是有什麼副作用 這些根本上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 而且從他這個說法當中 亦都體現得出他對於 香港人是有一種的人民關懷在說 所以這個袁國勇教授真是了不起 很難得 在現在這個情況 他仍然是可以 堅持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說出來 他因為可以不說 沒有人怪責他 所以袁國勇教授真是好事 他又曾經公開這樣說過 說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不需要戴口罩呢 就是當那個28天內 個案清零的時候就不需要戴口罩了 他曾經這樣說過的在公開場合 就是說 就算現在那些人去接種疫苗之後 他仍然都是需要出街配戴口罩而已 加上現在 根本上特區政府是有一個口罩令在 所以 就算他打完之後又要戴口罩 他不打又要戴口罩 所以市民就應該自己想一下到底應不應該打 好了 然後再看看 這個 藍絲KOL 叫做李梓敬 他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拒絕打中國製造疫苗 那些 就為之小黃人 然後又找回 袁國勇教授在5月份 曾經說過 寧願戴口罩自保都不打疫苗 等一年來去了解副作用的這篇報導出來 就批判了 就說大家留四個字給他 然後那些留言很多都是 批評了這個李梓敬 實情 你李梓敬曾經做過區議員 你這麼喜歡打疫苗 不需要在網上爭論 第一 你自己本人就應該新鮮事出去打 第二 你就應該組織回支持你那班 有一村那些藍絲村民 你就去打到救了 沒有人阻礙你的 林鄭也說這次是自願性質的 保證是沒有人爭的 你肯去打就應該有位了 你就組織街坊去打 看看有多少人理解你 就算是藍絲 他也未必願意去打 如果你逼他打 分分鐘他們做個BLM出來 叫做Blue Lives Matter 藍絲的命也是命 做個藍命貴運動出來 反駁你 很愚蠢 別人袁教授都說你 就等外國人先打了 不需要急 不急於一時 現在已經是 剛剛都已經一年了 你就看清楚 究竟效用是怎樣 副作用是怎樣 大家打疫苗都是為求一件事 就是安心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